爱丽卡是纽约某电台的播音员 她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 与未婚夫一起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一天晚饭后 小两口带着爱犬在公园里散步 在经过一处阴暗的公园地下通道时 突然跳出几个标形大汉 手持钝气 不由分说地将两人打翻在地 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戒指和钱财 其中一名歹徒在旁边录着像 两人被打得不省人事 很快两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奄奄一息的爱丽卡经过抢救得以升华 而她的男友却一命无虎 悲愤交哉的爱丽卡 尚未等自己完全康复 就拼命找到当地的警方 期待着法律能为死去的男友伸张正义 但是由于缺乏证据 警方战时也是无能为力 警探肖恩答应全力帮助爱丽卡侦破此案 但是复仇心切的爱丽卡 已然对冷漠无情的法律失去了信心 她向黑市买了一把手枪 她的复仇之路也就此展开 在某窗室里 她目睹了一个劫匪枪杀了店主 危急情况下 爱丽卡第一次将枪口对准劫匪 扣动了扳机 确实也情非得已 随后便拿走了监控录像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但没有找到证据 在地铁上 两名不怀好意的歹徒在赶走乘客后 将目标转移到爱丽卡的身上 他们拿着刀威逼着爱丽卡 向她索要免费服务 爱丽卡为了保护自己 当激励段第二次开枪射杀了歹徒 从此她持枪的手已不再颤抖 她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自责 白天她在电台做播音员 深夜则与一些不法凶徒斗智斗勇 纽约城的街道上 突然多了许多有关义务警察的故事 随着传闻越来越神乎其身 她的神秘行踪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探萧恩怀疑这个拿着枪在街道上横行的女子 极有可能是爱丽卡 她奉劝爱丽卡停止行动 爱丽卡淡定地看着这一切 萧恩也查到了爱丽卡 在那个晚上被抢走的戒指 并交给了她 爱丽卡根据这个戒指展开调查 顺藤摸瓜 找到了那天晚上 她和男友两人被殴打的录像 最终找到了作案团伙 她一个个的杀死了他们 正当准备杀死最后一个凶手时 警探萧恩赶到了现场 要求她停止杀戮 同时拿走了她的手枪 本以为萧恩会把爱丽卡绳之以法 但是结局却出人意料 萧恩对爱丽卡说 你要用枪就要用合法的枪 萧恩将自己的锦枪交给爱丽卡使用 爱丽卡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复仇 萧恩让爱丽卡对自己的胸膛开一枪 以此来伪造案发现场 帮助爱丽卡脱嘴 这样的话 警方枪杀歹徒 成了理所当然 爱丽卡带着感恩的心 离开了现场 影片无论从拍摄 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堪称一流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 虽然有点宣扬 以暴易暴的嫌疑 但是正义得到伸张 坏人遭到惩罚 不也正是我们内心的呼唤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